现在这里是三星寺北面 北三星这个地区的龙门寺 这里面公共的是最像一光的爸爸 还有他的祖先 其中一个祖先 最像一村的一个墓地 所以一村是他的祖先 最像一首是一光的爸爸的一个墓地 这个墓地呢 你看现在也是非常的新 也是因为后来的那个战争事业 就把他们重新翻新过 然后这里呢 左面是一首的墓 一首呢 我们有一些朋友如果知道的话呢 是曾经跟他儿子一光呢 曾经翻新过一世的内乱 然后最后呢 就是输了 然后就退隐 然后最后就老死在这里附近 最后就埋在这个龙门寺的里面 关于为什么两父子会吵起来 然后会打起来的这个问题呢 有很多种说法 有人说一光太强势 有人说是背后有一大加加的鼓动 不管如何 最后他一首是属于政治上的败北 然后呢就退隐 然后从此从历史上面撒清一击 他最后是怎么样死的 或者说他死的年份怎么样 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但是 到了他死了之后 基本上他就应该 在我们现在目前来看呢 就再也没有去干涉一光的那个的政治 或者说任何的对策 而他们其中一个最大的争点 就是说北面的那些的 就像一族的那些的反叛 或者一些的不顺从 最后一光也逐一的把他们给消灭 而一首也在身家目前的 这来看好像也没有阻止 所以说是不是真的是完全脱离了政治 还是说他被他儿子所囚禁 这个不好说 但是他作为一个 曾经把一个衰败的最上家 扶起来的一个当主 他曾经也为了最上家的重建 立下了很多的功劳 所以说一光的那个光芒的面前 是有一手的一系列的努力之下 才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的状态 还有一个的环境 比如说我们很出名的 他把女儿嫁给了伊达惠宗 然后剩下了出名的 有名的那位独眼龙伊达当中 也就是他的那个婚姻的策略 而保持了南部跟那个伊达家的那个和平 跟那个相处的那个协调 所以说他也是应该一个很有眼光 而且也跟幕府也打好了关系 也亲自的在异光去过京都 跟幕府跟当时的乔廷也有一些的交往 所以说伊达他虽然不显眼 但他所做的努力 在现在目前仅有的那个文字里面来看的话 也是不应该被忽略的一个部分 他是属于一个不文明的一个中心之主 然后通过他的努力 然后在他儿子的时代呢 终于就把他最上家给发扬光大同意了 几乎整个现在三秦县的整一大部分的地区 所以说今天我们来介绍他也是为了这个原因 这个部分呢 如果大家想来的话呢 就在三秦 到了三秦的时候呢 多做一站 去北三秦站 然后呢 徒步大概五分钟的话 就会看到龙门寺然后进来找最大的这个墓碑 就能看到他 看着什么这样的意思 这关键起 reminder 接着这个墓碑 就会让我们开始走 接着这个墓碑 对 接着这个墓碑 接着这个墓碑 是 再有 这一旦 视频 太